材料清单,土豆,西红柿,葱,盐,鸡精,酱油,油,土豆洗进去皮切片,西红柿洗进去皮切小块,炒后放油,烧烟后下入葱花菜锅,下入土豆片翻炒,到土豆玩九分熟的时候,加入少量酱油炒均匀,下入西红柿块翻炒,出锅前加盐和鸡精翻炒均匀,小些是这个菜,我比较喜欢土豆软烂一些。 所以当土豆快熟了再放西红柿,如果喜欢土豆脆一点,可以早些放入西红柿,也可以切一些酸片,当快出锅时加进去,味道也不错,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